各位朋友 我是劉志鵬 我今天和大家讲一下 爱国主义教育 究竟怎样实行会好些呢 其实我们过去一直都用了很多资源 很多心思 投放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 其中一件事我想讲的是 带一些学生去内地考察 去学习交流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从一个上面 上场的角度去看下去 就是我们以为 带他们去看国家有多伟大 国家历史有多悠久 我们的文化有多优美等等 其实都是我们某程度上 一厢情愿的 会不会想想 年轻人想知道我们国家的什么呢 或者想怎样走那条路 考察的时候想有什么内容呢 例如我常常都想分享 我带的团有几个要点 第一 吃要吃得好的 学生已经是觉得 我们在香港 这么好 你真是夹我上去周围走 很辛苦 吃要好 住要好 解决了这个基本的问题之后 其他就要处理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的搞手 把行程压得很厉害 之后 早上7点半 出发 然后去看景点1、2、3 然后去吃饭 然后去看4、5、6 然后去看4、5、6 晚上回来 怎样 晚上回来 我们找个会议室 大家去交流一下 今天学习所得 其实全部都是破坏了整个旅程的愉快和解等等 学生会觉得 反感 这么辛苦 我去做什么 其实我理解就是 尽量去少些景点 例如上午一至两个 下午一至两个 中间餐 暗仔 吃好些 吃什么呢 你去到当地 你吃当地 就不要吃团餐 团餐很论 团餐就是计住香港人吃什么 就做些什么 吃当地的地道食物 好些 晚上也是这样 晚上出街玩 特别是现在 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全系数这么高 你都不用担心那些十多岁的学生 出街会出什么问题 总之记住叫他们 小心过马路 现在过马路都是车洋人 很好的 晚上 你看看那个城市 第二 为什么由一共二百 如何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一直走过来 我觉得很多东西 我们不要当中学生 是傻傻地 其实只要你给他一个机会 去接触 他就会知道 你国家是什么 今天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到北上 北上消费 大家都明白 我们的国家是什么 我们往后做这个外国主义交易的时候 就可以再想一下怎么做 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